字幕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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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好久不見的 查米,Devi 嗯... 大家都知道我 應該是屬於一個比較 比較即興或者是那種battle的 一個rap的 一個MC這樣出身 嗯... 其實唱到現在也 差不多有15年了 那在這段路上呢 其實參加很多 比賽啊,也參與過 很多活動 所以這是一個很難得的 經驗 OK,接下來有六個問題 然後我們在這邊一一的會回答你 嗯...我覺得 嗯...rap battle 在這個整個唱饒舌這個過程中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怎麼說呢? 在你成為饒舌歌手之前的之前 你最主要的一定要會先饒舌嘛 可是你要會饒舌的在之前呢 你要會先什麼 你一定要會先當一個 要怎麼樣去表達你自己 像跳舞的一樣 他們懂得去用自己的動作去呈現他們自己 然後你在饒舌這一塊 說唱這一塊 你要怎麼去表達你自己 當然就有這一種battle freestyle battle 給很多的MC 很多的對於這個運動 就這一項運動很有興趣的朋友們 都是年輕的朋友們 像我當時也是這樣子 就這樣子 喜歡上他了 那喜歡上他之前 很多人不知道怎麼開始 所以在整個這個 當一個饒舌歌手的過程中 我覺得 freestyle rap battle 是很重要的 那他帶給你的好處是什麼 他帶給你的好處 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幾年下來 帶給我的好處 永遠都是在不斷提升自己的勇氣 因為你在freestyle的當中中 你不知道你要面對的是什麼 那所以 一開始 我其實 大家都忽略了 我一開始是屬於那種 比較屬於創作的 但是我在創作之前 我只會freestyle 所以後來 對啊 帶給你的好處 就是有帶給你的很多勇氣 因為你不知道你面臨的場合是什麼 沒有稿子 沒有想法 要到現場 那一刻才知道 所以他的好處就是有無限的驚喜 如果說 battle 整個battle的rap的這個過程中 在我整個這個 饒舌歌手的生涯當中呢 其實他 改變了我也衝擊了我很多 怎麼說呢 一 他誤解了 我 人們對我的認識 很多人都認為我是一個很會即興說唱的 然後什麼的 其實我並不是說 真的很厲害於說 在說這個freestyle這一塊的 因為我自己是會創作會寫歌的 然後我寫的東西基本上也沒有說 非常是那種diss 會去攻擊別人 會罵別人 或者是在歌裡面 往往都是在反映一些人性的問題 那所以他給我的一些衝擊是 其實他帶來了給我的很多表演上 我根本也沒有在唱我的歌 有時候有些表演就是 只要要求我的freestyle 不會想要去要求我唱歌 唱我自己的作品 所以呢 久了久了久了 你其實就練就了一生那種 你到哪裡都可以表演啊 包括就是你主持方面都可以 那漸漸的他在幫助你後面轉型的路程上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衝擊的過程 所以 Yup 第二題結束 呢 誰 是 哪 是 哪 哪 哪